12月18日,有媒体爆料称,毛阿敏的富豪老公解直坤于凌晨猝死,想年60岁。消息一经传出,顿时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。在人们的印象中,解直坤露面的次数虽然比较少,但每次都是精神焕发,完全看不出生病的样子。 没想到,他却因为突发心脏病猝死,不禁让人唏嘘不已。而且,在解直坤意外离世后,他的家庭和公司也面临着很多麻烦。 解直坤出生于1961年,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印刷工人,经过多年的打拼,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浪潮,随后创立了中职集团,巅峰时期总资产规模超过万亿。 2002年,解直坤到黑龙江一春参加活动,毛阿敏也受邀在活动中演出,两人在那里首次相遇。 其实在此之前,解直坤就是毛阿敏的歌迷。对于毛阿敏,解直坤也向往许久,一直想要跟他见上一面。 因此在演出间歇,解直坤还来到后台,跟毛阿敏谈谈许久。没想到见面之后,解直坤还没怎么样呢? 毛阿敏却对他一见钟情了。毛阿敏的性格外向,在感情方面也非常主动。 于是,他便主动对解直坤发起了追求。然而,解直坤虽然是他的歌迷,但对他的感情也仅仅止步于此,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。 而且,在此之前,解直坤也有过一段婚姻,还跟前妻生下了一个女儿。他觉得自己跟毛阿敏并不合适。 所以刚开始的那段时间,解直坤为了回避毛阿敏,经常对他爱搭不理。本以为毛阿敏会就此放弃。 没想到毛阿敏也是倔强的性子,对于感情也是异常执着。在经过了半年的苦苦追求之后, 毛阿敏终于成功将解直坤拿下。2003年,两人在交往一年多后,细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 当时,网友们都知道毛阿敏结婚了,但是却不知道他的丈夫是谁。因为,毛阿敏一直对解直坤非常保护, 还曾公开放话,一辈子都不会公开丈夫的身份。当然,媒体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。 不久之后,两人的故事还是被媒体扒了出来。婚后,毛阿敏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家庭上。 2004年,毛阿敏生下了大女儿。两年后他又在上海生下了一个儿子,凑成了幸福的一家四口。 生这两个孩子的时候,毛阿敏已经年过四十,属于高龄产妇了,但毛阿敏还是不顾个人安危。 为丈夫生下了一二亿女,可见他对解直坤也是真爱了。 孩子出生后,一家人在北京安了家,过上了低调的生活,跟其他嫁入豪门的女星不同。 毛阿敏从不在外人面前炫耀,反而一直平静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。 在毛阿敏的培养下,两个孩子都非常优秀。 他的小儿子鲜有曝光,据说就读于重点学校,成绩一直非常优秀。 而他的大女儿姐丰鸣,则是跟随母亲的脚步踏入了娱乐圈。 还曾出演过《中国医生》。 前段时间《中国医生》上映,不少网友都好奇。 影片中,文婷医生的女儿,到底是谁演的? 结果一调查才发现,这位美女正是解封明,有着这样的家庭背景。 如果解封明愿意的话,相信她一定能够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。 可是,她貌似继承了母亲的性格,并没有追名逐利之心。 也算是一位清醒的新二代了。 婚后的这十几年里,解直坤和毛阿敏一直很少公开合体。 不过就在今年四月,毛阿敏曾带着解直坤参加了一场聚会。 聚会中,霍思燕和杜江夫妇在台上唱着歌。 解直坤则是跟现场的朋友们举杯对应。 没有一点富豪的架子。 丈夫的突然离世。 对于毛阿敏来说是巨大的打击。 但更让毛阿敏头疼的。 想必就是财产的继承问题了。 首先,毛阿敏本人并没有继承财产的意愿。 而且他从没有参与过公司的事务。 对于公司的管理更是一窍不通。 至于毛阿敏的两个孩子。 大女儿17岁,小儿子15岁。 两人都没有成年。 难以担当重任。 更何况,两人对于经营公司, 还不一定感兴趣。 值得一提的是, 解直坤曾跟前妻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这个大女儿倒是成年了。 但是解直坤去世之前, 没有留下任何遗嘱。 所以大女儿也不具备继承财产的资格。 除了解直坤的子嗣之外, 还有两个人是继承公司的有利人选。 第一个就是解直坤的外甥刘洋。 刘洋是解直坤大姐的儿子。 早在很多年前, 他就加入了中职集团。 这些年来, 他在集团里的不同岗位历练, 手里掌握着公司的很多业务。 对于公司的经营管理非常熟悉。 而且到了2015年, 刘洋已经成为了中职集团董事局主席。 是竞争董事长的有利人选。 单从智商委员会的名单来看, 刘洋在集团里的地位就举足轻重。 第二个有利后不是介子争。 介子争在中职的能量也不可小觑。 他是现任中职集团董事。 同时还在集团中身兼数职。 由此可见, 无论是在能力还是资历上, 刘洋和介子争都是继承 260亿资产的最佳人选。 至少要比毛阿敏和解直坤的三个孩子 更有竞争力。 就在网友们对此议论纷纷的时候。 12月19日, 财经网爆料称, 由刘洋代理主持中职企业集团全面工作, 带新领导选出后再行调整。 这个决定, 对于集团来说无疑是正确的。 可惜的是, 解直坤打拼一生, 却没有子女能够继承他的事业, 将集团发扬光大。 解直坤的意外离世, 给家庭和集团都带来了一场风波, 也给毛阿敏带来了无法抹去的伤痛。